天然食材 那我们使用的就是这把画的画刀创作 餐点上桌 白吐司当成画布 配上不同口味的乳酪 做成颜料 民众拿起油画刮刀 吐吐摸摸 亲自作画 有趣又好玩 饭骨的自画像 绑上绷带的左耳 完美附和在吐司上 对比名画小卡 直接变成迷你Q版 而世界名画新页 最多客人点台 画完了还能送进烤箱吃下肚 酥甜的口感 小朋友们爱不释手 我今天画 有星星有树 而且是晚上 紫色的是蓝莓 黑色的是巧克力 可以自己抹嘛 然后自己创作那个图 就很特别 棉花吐司好吃又好拍 老板热爱画画创作 想要把艺术推广到日常生活 研发了一年多 才成功在吐司上做画 画在吐司上面 他们也变得比较敢去尝试 反正就是画完就会把它消灭 不用担心画错了 甚至是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去互相之间画对方 或者画自己的宠物 画自己男女朋友什么的 都很有趣 所以我们每次在前面 就是都会听到很多笑声 不知吐司能当画布 高雄也有一名超狂的咖啡师 直接在奶泡上作画 超人气动漫角色 在他的手绘下活灵活现 一笔一画勾了线条 只要你说的出口 咖啡师都能帮你实现 不论是立体Q版的玄天上帝 或是连清明上河图 都难不倒他 咖啡师从高中开始 就学习拉花 有十几年的丰富经验 为了让技术更上一层楼 咖啡师不断自我挑战 那也泡上作画 没有极限 接下来探讨 赖文中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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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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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